這個小乖乖是死流的比較多字 他說好 突然得知我要來參加湯正文的演講 立刻今天我要待遇文化以抵抗的老婆 感染我覺得很幽默 這個說法也讓我們來知道 湯正文化所設計的方案很接近人 先讓覺得被您動作過好象 被您放置到老婆也有好 我想請教 您都透過哪些方式 來瞭解民眾的需求 而且怎麼樣抓大法相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喔 有關看過你的文章時間管理 作文化分析始終法有關很受用 謝謝您 好謝謝 當然分析中是這個 真的是很好用 我用了非常久 那以至於到現在 就是我不用特別看時間 我就會知道我快要接近整點了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每一次這個半點鐘整點都快要到了 我可能腦裡就會有一個虛擬番茄鐘 就是慢慢的這樣子開始作響 所以 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我不會被打擾 我每半個小時 每半個小時 才可以自己是虛擬期 所以從我的同事的角度來看 我是會會的 但是半個小時才會會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不會專注在一件事情被打斷 打斷之後 當然 我可以那件事處理好 但是我本來在處理事情就忘掉了 而且尤其我是在群組裡面 相信他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每個人都在等那個想得最慢的 或打字最慢的那位的朋友 因為他 有可能就是想一句 打一句 想一句 那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真正完成他的思路 Email的話 他是會全部寫完 才安送出來 不會麻煩大家 但是 其實通訊的話則不是這樣子 很多人就是一面想一面輸入 一面想一面輸入 配置都比較輕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每半小時回來看 那基本上我看到就好像一封一封的Email一樣 就是都已經 筆字的已經想完了想清楚了 那這個情況下就比較不會浪費到大家的時間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了解比重需求 或者是說大方向 並不是很抽象的 而是直接在網路上面去看 或者是實際走進實際的使用者那邊 然後去看說他們痛點在哪裡 就是到底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行你來嘛 就是你覺得不舒服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更舒服一些 那只要透過比較系統的方式 這樣子去聞 到最後總是可以收到一些比較好的想法 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不怕去告訴大家說 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但是就是 人家他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他只要提出具體的建議 可能下個禮拜或甚至明天 立刻就會變成政策的一部分 那這兩個是是缺一不可的 因為如果人家覺得說 你是什麼什麼大神 還是什麼大臣 就是什麼都會什麼都懂 那其實大家就不會花了力氣來幫你想 那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如果說 其實你不是幫我想 你是幫所有跟你在同樣的狀況的鑰匙 跟你在同樣狀況的 負責市場站的朋友 跟同樣狀況的 這些第一線的公務人員等等 就是你一提出來 立刻就可以評估 評估完之後 可能下個禮拜就試做的話 那每個人才會有 就是提出新的想法的這種動力 所以一個feedback cycle 就是多久回應一次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連署平台 就是每個階段的回憶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表的關係 也是相同的 或我一開始在slido開啟的時候 一定會說 那我不會講別的 我一定會以大家投票最高票的來講 那可是說的據數率 就是大家的投票 那對我有據數率 那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那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空間被營造成這個樣子 大概大家就是 創意就會比較圓人不全 那就比較不需要說 這個我要一定自己要 了解一種需求 而是大家透過這種 所謂的crowdsourcing 就是群眾外包的方式 大家彼此按讚 彼此推文等等 那最有道理的論點 就自然會浮出來 像我們連署平台 每個連署案 它底下都會有兩欄 就是支持它的論點 跟不太支持它的論點 但這兩個論點 就像slido一樣 沒有辦法彼此回覆 所以是不會吵起來 你只能按讚 按不讚而已 所以每次就是連署到一個階段 我只要回去看 然後看它在第一頁的 就是排序最高的支持論點 跟排序最高的不支持論點 那稍微列出來 稍微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關於這件事情 接下來科興的方案 大概要顧慮掉哪些 戀愛關係的立場 也比較容易 比較全面的思考 比較不會受 一下就被自己的心 生活習慣 或使用習慣帶著走 希望得到這個問題